Hello,大家好 本期影片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Docker项目 它就是利用谷歌云创建一个永久免费使用的 而且是固定IP的RDP桌面 总体上实现的过程它非常的简单 那首先呢我们是登录谷歌云 这个账号呢我已经登录了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控制台 稍等一会儿 这里的激活Cloud Shell如果可用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激活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命令 我们复制一下 好现在已经启动了Shell 我们在这里点击粘贴 然后执行 它说端口被占用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命令改一下 例如我们改成8082 然后我们再次粘贴执行 这里边我是运行过了的 所以它无需拉取 当我们看到已经在运行的时候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网页预览 在端口8080上预览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刚刚使用过的 这一个桌面 它的IP是固定的 在这里它是一个美国的hosting 然后在这里我执行了一个EdgeTop 也就是看一下它有四个核心和16G的内存 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测一下速度 现在看是大约两个G的网速 RDP在使用的时候稍稍有一些不太方便 但是这个东西永久免费 大家可以做自己的小项目 另外说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这个桌面它的有效期大约是30分钟到120分钟 然后我们如果关闭晒误窗口的话 它可能就会断开 但是大家可以在晒误当中重复的执行上面这条命令 而且同一个账号的RDP数据不会丢失 这个是我刚刚测试过的 当然你也不要存放太重要的数据 还有一点就是不同的账号它的IP是不同的 不知道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RDP你是否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请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如果现在还没有关注我 请不要吝啬你的关注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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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